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停車場 跟另外那個博愛停車場的評選委員的組成是什麼 這裡頭沒有財政單位 沒有他們的法律單位 沒有經營管理單位 這裡頭的委員很特別 全部都是河海工程的教授 完全沒有一個跟財務有關的教授在裡頭 而且這兩個案子就是這一個東案跟這個博愛停車場 他們兩個的評選委員竟然一模一樣 可以這樣子嗎 然後進來的教授進來的委員還有文化局長 這個文化局長什麼關的我就搞不太懂 為什麼沒有財政處長 為什麼沒有主計單位的同仁 這裡頭有一個特別的委員 我講完之後大家可以去Google 這位委員叫做賴明洪 他是台灣警察專科學校的教授 只要交通處大部分的評選案 都有這一個 公司政府要注意 這種案子公共工程委員會一定會來了解 了解這整個過程 為什麼怎麼選都是這一批人 基隆刀案商場爭議 希望基隆市政府能夠完整的回歸主軸 向我們交代 我想請問一下謝國良市長 都是別人引起的 所以你一點錯誤都沒有嗎 律師林志群在發文分析Net 以及微風投標條件 Net固定權利金3888萬元 土地租金1155萬元 市府每年一定可以收到5043萬 優如微風固定權利金 加上土地租金2655萬元 不要比較好的條件 卻給微風第一名 諷刺根本是大礙市長 基隆市政府並沒有做出一個 最有利於市民的條件 應該要直接公布這四家的投標條件 布置東安商場爭端 基隆市府再爆出 今年1月陸續完成 博愛停車場 東安停車場促餐簽約案 連岸被視為市府金基姆 長約金額卻都偏低 連岸的審查會議高達9位委員 還都是同一批人 這很明顯都是當初他們的自己人 現在一人得到鸡犬身體 基隆市府交通處回應 一切依照促餐法相關規定辦理 但從東安商場爭議延收 難免被認為巧合特別多 三線新聞 江明顯 歐文軒 台北基隆報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幾天大家看到兩個廣告 今天一個是Net刊登的 剛剛SOT有看到 這個Net刊登的 是要跟基隆相親致歉 因為造成這一陣子非常多的紛擾 但大家也說了 這個紛擾誰造成的嗎 不是基隆市府嗎 我們請教一下益川哥 因為現在這個廣告 基隆市府發言人說 的確是市府懸掛的廣告 那我們就很好奇 那錢是誰出的呢 因為上面直接寫說 民進黨政國會指控的一千五百萬 他意思就是講說 他總共可以拿到多少錢 不是民進黨政國會指控的 只有拿到一千五百萬 下面寫著基隆市政府的廣告 可以這樣使用嗎 基隆市政府的廣告問題是 錢誰出的 我判斷就是1920出的 1920 就是之前微風給的媒體 就是他是什麼媒體的1920 因為後來的解釋是說 這個微風在全台灣各地有什麼廣告看板 什麼看板 然後可以幫基隆市政府做廣告 所以即使以後你在微風的任何一個角落 看到一個看板 右下角一定也有基隆市政府廣告 這個利用靠的靠錢的 就1920 比如說這個看板 100萬 那就變1820了 就慢慢扣慢慢扣 不然你基隆市政府跟我們講 是用哪一個局處的預算 那個局處的預算 在變預算的時候一定有註明 說這筆是交通安全宣導經費 這個是反毒品宣導經費 一定有這樣子的 可是1920的約還沒開始走 那就代表說這一定是 用市政府的錢 1920他們已經簽約 怎麼還沒開始走 所以就已經開始走這一條 所以兩種可能 一種是用1920的 一種是各局處的預算 那各局處的預算 明顯在這裡就知道 沒有哪一個局處的預算 都要符合當時預算裡頭說明 它是什麼的宣導經費 到底哪一個局處的預算 有一筆可以罵民進黨的政國會 這個叫政黨惡鬥經費 政黨這個什麼 什麼對抗的經費 基隆市的市議員加油 一定要把這個項目找出來 議會執行就直接問是用哪一筆預算 不然這個會很奇怪 就是說一個市政府去對抗一個政黨 然後做卡 我覺得一般這種都是這樣 選舉如果在做這個都不是給選人做的 都把基隆市黨部做的 就說中國國民黨基隆市黨部做的 那就可以用黨的經費 可是用到市政府的經費這個是很異常的 第二個今天內頭登的那個廣告 他只跟兩種人道歉 一個是基隆市民 一個是台灣的鄉親 他並沒有跟基隆市政府道歉 他也沒有跟謝國良道歉 他也沒有跟這一群目前大家正在討論的這些事情道歉 很簡單 因為內頭是一個全台灣都在賣三戶的一間公司 他可能想說我們的內頭現在把基隆撥到這樣 大家很困擾的 把大家搵這個 但是他們跟基隆市政府之間的要求分 那些司法上的問題 他們也會繼續走 所以今天這個書也有出來講 這些事情他們也是繼續走 走這個司法的程序 不過再來內頭應該不會再針對這一棟大樓 在進行任何的發言 我覺得再發言下去 因為現在都進到司法 已經不是政敵 都是司法的問題 那內頭也沒有必要 捲進這個政治上的這些討論裡頭 所以我判斷內頭應該就會退下 這個公局定了 就不會再參與這些討論 不過這個看板在基隆市引起 因為這張看板掛一張 這張看板掛在東岸廣場的對面 這很大塊 這差不多要多少錢 這個要問李明賢 這如果掛一格 這掛一格會應該10萬來 10萬應該來 因為它那個是蠻顯眼的這一個地方 你去設東岸廣場 你一定會看到這張牌棒 不過這個牌棒 對基隆市民來說看起來也莫名其妙 到底是在說什麼 因為它上面不只說是民進黨政國 上面還特別點名微風 他還說微風 而且被微風做廣告 而且我看這個排版 這個排版這種喜氣洋洋的這種排版 很像微風週年慶的廣告 下面有星星會練 那個紅色有星星 你如果是廣告鑑定 有沒有這個 紅色有星星有沒有 對所以這個有沒有 聖誕節 好像在過年的那種氣氛 這個 搞不好這個每一邊 因為每一邊每一邊 我版型大家都可以做 沒有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我記得我們的直播市長謝國良 好像第二次直播的時候 講了1920 對 那個時候講每年 每年 可是前兩天 金融市發言人說 不是是20年每年一百萬 這是第二個對不對 後來蕭敬妍 現在是基隆市的代代理發言人 他有坐在這個位置 他說他有問了 這是兩筆錢 是每年1920再加每年一百 是2020 這樣市長自己殺不 那你就不能用1920 你要1920再加一百 沒錯 那是2020 那不能1920 那你做一個企業 自己到底可以收多少錢 所以確定是每年嗎 對 所以 維豐又多了要付一百萬 對 不是 這可以這樣子嗎 直接扣到廠商市 還是謝國良 到底是1920加一百 還是每年一百萬 根據蕭敬妍轉述 基隆市政府的說法 禮拜六 他就1920再加一百萬 維豐要吞下去 因為這樣一講 維豐會吞 被吞不可能 對 但蕭敬妍只是代發言人 高度懷疑他的正確性 到底是謝國良講的對 還是他的發言人講的對 還是蕭敬妍 我叫謝國良 衝到不撒撒 可是你看如果這樣的話 對維豐來講他也是虧 因為這個 謝國良不是講說 維豐是要增加3.08億元嗎 對不對 並不是針見 而是修繕 太舊換新 停車場場地重鋪 停車場設備 美化工程 你看如果說 Net花了1.5億 維豐需要花3.8億 又不是針見 又不是要改3到5樓 到底需要花這麼多錢嗎 這個我們不用管 因為那是維豐的成本 就維豐你要花3億30億 那是維豐自己的成本 現在就是說 到底西融市政府 可以在這件事情上賺多少錢 市長不能搞錯 還是有越賺越多 還是越賺越少 我現在不行 我現在搞不懂 就是之前 因為那個 大家陸續都有看到你講合約 我完全 因為我那天我看到的是 基隆市發言人的講法 我會以為 那個每年100萬 20年加起來2000萬 就是那個1920 所以到底真實的合約是什麼 就先不講 謝國良到底是跟政國會 還是跟Net 還是跟維豐怎麼樣 就先不論 做一個規定 我這個合約招商 我可以賺多少錢 要很清楚 你不會讓人家懷疑 那你現在你這個看板掛上去 不管是哪一個版本 至少上面沒有100萬 然後最重要的1920 在1920壓到1450 從此以後 1920取代1450 這個1920是每年都有 還是20年只有1920 謝國良的手板就告訴你 每年都有 那要講清楚好不好 拜託拜託 謝國良很年輕 每年1920 沒有喝酒沒有幹嘛 再出來直播講清楚一次 為什麼要直播 謝國良動不動就直播 所以他現在是直播市長 沒有每年1920 為什麼要交給律師 他是西隆市政府 最主要的權益金的部分 是在於固定權益金 跟變動權益金 那差別是在於 林佑昌那時候沒有變動權益金 不是 那100萬是在1920裡面 還是另外的 沒有啦 大家現在都是瞎子摸相 你摸掉一條大腿 你就說大腿話 這個事情好像也不是你說了算 也不是我說了算 謝國良應該照這個大校長這樣子 這個到時候議會開一的時候 我認為是這樣子 就把所有 就把合約調進去 所有合約都公佈就好了 我現在講的1920跟那個100萬 一個是謝國良 第二次直播自己講的嘛 是市長自己講的嘛 不是我扣他帽子嘛對不對 然後那個每年100萬 是西東市政府華人人講的嘛 蕭敬妍的當作 當作不知道 蕭敬妍是拿著合約喔 又拿著合約 沒有他部分 蕭敬妍拿著那個部分的合約 在解釋1920跟100 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實在很簡單 到底1920有沒有包含100萬 是1920加100 到底是什麼 這個時間講 因為你做一個規定 這個可以收多少錢 先不要搞錯 他在質疑說 謝國良你對預算 你對合約不了解嘛 那其實這個知道 大家講一塊東一塊 到底有沒有變動權利金 還是固定權利金 還有沒有超額利潤 你就所有合約到時候都公佈 就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就可以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最可悲的是 剛剛那個明顯講的最對 這件事不是你說了算 也不是我們說了算 更不是基隆市長 謝國良說了算 為什麼 因為他的發言人出來說了 又跟他不一樣 然後現在蕭敬妍又拿了合約 請問一下 蕭敬妍身為前國民黨發言人 然後他卻可以拿到合約 為什麼基隆市的議員拿不到合約 為什麼你不直接說 不用等到開議 現在直接把合約貼在你的網上上面 全部讓大家看 既然你是對的讓人家看 內特 我講坦白了 內特今天這個廣告 是很不舒服 他是不舒服 跟你說 因為他是在諷刺 因為一個民視糾紛 所以我們內特對不對 要把這件事 沒有辦法 王毅川現在李正浩要說 他不選基隆市長 我這麼複雜 你知道嗎 太複雜 太複雜 李川 李川哥你剛剛是 吞口水什麼意思 那是部分的好事之土 沒有 你要去選基隆 道氏之土李正浩 你不要搶高家宇的工作 所以你基隆市長 憲官拜託你 你做一次整個都公佈不就好了嗎 為什麼一個民視糾紛 大家都摸得摸沙沙 像一個媒體回饋 每一年1920 還是一個一年100萬 然後20年200萬 你們自己基隆市政府 都說不清楚了 說清楚 說清楚 講明白 無不可告人之事 我們都相信你沒有吸毒 因為你這樣講的 你每次看到你說 沒有吸毒市長 我相信你 這樣子大家都知道 全台灣全世界都知道 你沒有吸毒 我們不要知道 你有沒有吸毒 我要知道 那真相到底是怎樣 公佈這個可以嗎 然後我還發現 這個國民黨的縣市長 有個很好玩的事情 這個基隆市的合約 是透過肖靖遠公佈 對不對 然後盧媽媽的 22次檢驗報告 是透過誰公佈 小心啊 許小心 都會這樣子玩啊 可是你要透過 這些第三者 來放話沒關係 能不能講清楚 比如說你 你那個西布特羅 22次對不對 至少一條邊嘛 不要我們現在 這樣子吵來吵去嘛 你的合約 因為你現在 因為謝國狼自己 愛開直播 你已經搞到 本來是基隆市 我說在過年前 我根本沒有在注意 這個事情 謝國狼一而再 再二三直播嘛 開記者會嘛 搞到全台灣 在看你基隆嘛 這個很好笑啊 所以你看 基隆市府現在 是不是搞到自己無法收拾呢 因為在今天 Net突然登報道歉之後 謝國狼在今天早上 緊急開會 不過呢 市府單位又強調說 今天開會 是跟廣告沒有關係 真的嗎 我們請教到書培 因為這個合約 感覺起來 基隆市府的態度 我覺得像剛剛講的 你合約幹嘛不直接公佈 讓大家菜老半天 然後一下架 又上架 又下架 例如說只有 進也拿到 大家都拿不到 也很奇怪 尤其是權利金的部分 Net那個收談的時候 你給最多權利金 你卻排之後一名 我覺得這個東西 謝國狼沒有給我 大家一個交代啊 是啊 因為基隆市民 其實只要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市產出租之後 只要基隆市政府拿到更多錢 我告訴你這件事情 就沒有爭議 現在最大的爭議就是說 你給微風不給Net 但是微風給的錢 比Net還要少 然後你要出來解釋嘛 那從上個禮拜 包含謝國良兩次的直播 甚至跑到立法院 在國民黨 甚至叫所有的立委 叫所有的記者 跑到基隆去 他完全不在講這件事情啊 寧可話來講 自己沒有吸毒 都不願意把合約公開 我都不知道 謝國良到底頭上在做什麼 盧剛瑞德哥說的 對對對 你沒有吸毒 但基隆市民只要知道 你的合約長怎樣嘛 因為今天Net講了一件事情嘛 他說他去招標的時候 他固定權利金 今年是給了5043 一年喔 5043萬 然後變動權利金 一年是可以給基隆市政府 3100萬 相對微風的4885加1920 他給的更多啊 那你為什麼不給他嘛 你只要告訴所有的基隆市民 甚至全國的台灣人民 你沒有建租 沒有因為你私人的關係 所以你建租給微風就好了嘛 你為什麼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你到現在都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然後那個合約 原本依照我們財政 這個財政局的規定的話 他應該是要公佈在網站上面 因為他是ROT案 所有的合約應該要公台 所有的人民 不是只有基隆市民喔 所有的人民可以調閱的 你把它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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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願意上架 現在還只提供付份 給蕭敬妍 所以1920 到底含不含那100萬 現在各說各話呢 因為我那天聽那個 內特的律師說啊 這1920是怎麼來的 100萬是在合約裡面就有的 就是說你這個什麼 什麼這個公關 當作是他的公關費 就是一年要100萬這樣子的意思 結果維豐啊 自己在招標的時候就說 沒有 我不是給你100萬而已 我一年要給你1920萬 要給基隆市 1920萬這樣子 那這1920萬怎麼換 怎麼算 就是剛剛這個益川大哥講的啊 你知道維豐啊 不是在各個 這個很多地方 都有他的百貨公司 對不對 他的百貨公司裡面 進去之後 它是不是有那個LED LED只要出現謝國良 下面再出現基隆廣告 這樣也算耶 這邊算10萬 20萬 30萬 40萬 50萬 那都維豐自己說的 這都扣掉了 是 還有包含維豐是不是 每年都有週年慶 週年慶的那個 上面只要有謝國良出現 然後在下面寫 基隆市廣告 這樣也算耶 他到底發一本 兩本 五十本 六十本 一千本 也都是維豐說的算 所以這1920 有話 等於無話 那謝國良大辣辣的說 這就是1920 因為1920 所以我把這個 就標給了這個維豐 我覺得這要講清楚 說明白嘛 甚至今天這個 前兩天所上的這個廣告 這個廣告 上面寫的是基隆廣告 我姑且不要講 我姑且不論 他到底是花 基隆市政府的錢 還是就是花 微風的這個 所謂的媒體魁魁金 我先不要講 可是他上面寫的是 基隆市廣告 請問這個基隆市廣告 為什麼要做在這個地方 他到底對公益 有什麼樣的利益 你用這樣子的廣告 要在罵民進黨的政國會 到底意義何在 基隆市民了解嗎 基隆市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為什麼 微風出比較少錢 他得標了 能夠給 基隆市比較多錢的內特 你不給他 我覺得應該要回答 這一件事情 而且林志群律師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這個 你知道我們 我們都知道 這個BOT案 ROT案 其實投入 廠商投入 經費是很重要的 他投入了越多的錢 我們可能要從他拿的租金 就會比較少 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 他投入了越多 他回饋給你的就越少 那內特 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是蓋了二三樓的 所以他花了一億多 那現在微風說 他投資要投車3.08億 請問謝國良 你告訴我 他既沒有要搭四五樓 然後一二三樓 微風又已經蓋好了 就內特又已經蓋好了 微風的這3.08億 到底要修散什麼 你也說給雞人齊民 乒乓錢 這不應該是微風自己說 他要投入多少錢 就要投入多少錢 微風在現在的那一個商場 大家都已經覺得他是 基隆最亮的標的狀況底下 他說他要投資3.08億 你就買單嗎 他這是不是畫大餅啊 是不是亂講的啊 你要講清楚說明白啊 所以今天微風啊 今天內特登了一個廣告 就是說他們針對這件事情 跟基隆市民跟道歉 跟台灣人民道歉 接下來他就讓這一件事情走入司法 如果連一個廠商 他都知道讓民事回歸司法 請問基隆市政府 你在這一件事情的選擇上面 包含2月1號的強制點交 凌晨的強制點交 包含上個禮拜的印市去做產權登記 這都是違反現有的法規 任何市政府都不可能做 針對於民事的糾紛 用這麼強制的方式去做 請問謝國良 你為什麼讓行政 然後凌駕司法 完全不顧司法 你到底在急什麼 所有的台灣人民 都想要問謝國良 你到底在急什麼 為什麼急著把這個金基姆 把東岸碼頭 急著從內特的手上搶回來 要交給微風嗎 你講清楚說明白嘛 所以如果連廠商都會這樣做話 大家也想說 那市長大人不是也應該要這樣做嗎 我們請教益川哥 因為包括偏欄的媒體人 王志賢就列出了18點 他也認為說 這件事情是基隆市府做錯了 行政不能超越司法 尤其講說 警察五月破門這件事情 簡直有民國初年 軍閥強奪民產的急事幹 這件事情謝國良本身也還沒有回答 對 謝國良這個案子 他就改變了去談內特 談微風 把這一個警察去 衝這個內特的二樓到四樓 這件事情給淡化掉 但這事情沒有那麼快淡化掉 為什麼 就是說警察為什麼要去榜人論問 這民事的既然 兩兆都在的 你民事的糾紛 警察是站到旁邊看而已 一般如果像王母王家 警察都是王家後才會出現 不會去倒彎你知道嗎 警察只是維持這個秩序而已 其實這一個案子 我再補充兩個 一個是 這一個所謂的投資 就是說 這間公司投資 這個按照謝國良的說法 譬如說一年可以做十二樓 三十年做三百六十一樓 那根據投入的這一個經費 按照招標文件是投2.5億 謝國良說沒有哪有投那麼少 我們是投3.08億 3.08億 就一年開一千萬 一年可以做十二樓的行李 一年到一千萬 可以做十二樓的行李 這個是微風現在的這一個算盤 這個算盤 那這兩個這個案子呢 跟另外一個案子 也一樣叫做博愛庭這場 這裡頭我請問大家 我們這段時間在討論這些案 請問我們在討論這個時候 涉及幾種專業 第一個這哪裏要不要有財務的專業 可以算錢的嘛 第二要有律師嘛 要有法律的這一個專業嘛 這是第二 第三要有經營管理嘛 就是說這投資多少 賺多少才有經營管理 所以在評選的過程中 你一定要這些委員參加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喔 這個停車場 跟另外那個博愛停車場的 評選委員的組成是什麼 來這裡頭沒有財政單位 沒有他們的法律單位 沒有經營管理單位 這裡頭的委員很特別 全部都是河海工程的教授 河海工程 就是那個河岸工程 海岸工程的教授 完全沒有一個 跟財務有關的教授在裡頭 而且這兩個案子 就是這一個東岸跟這個 柏愛停車場 他們兩個的評選委員 竟然一模一樣 可以這樣子嗎 然後進來的教授 進來的委員還有文化局長 這個文化局長什麼管理 我就搞不太懂 為什麼沒有財政處長 為什麼沒有主計單位的同仁 各位知道各縣市在辦這種OT案 ROT案 VOT案 最後對口的是財政部 因為這是處參 所以各縣市的財政局財政處 一定會進來這裡頭 協助各局處去做 這裡頭有一個特別的委員 我講完之後大家可以去Google 這位委員叫做賴明洪 我不認識他 他是台灣警察專科學校的教授 這個教授很厲害 這個教授他的專長 他在警察大學 警察專科學校是做救災的 做消防的 消防救災研究地震的 在學校教這些東西 各位知道他這一年 去年一整年參加基隆市政府的評選委員 他在評選什麼 第一個他在評選停車場 評選紅綠燈的廠商 評選捷運 評選U-bike 評選交通規劃 只要交通處大部分的評選案 都有這一個 這個姓賴的這一位教授 我是不太懂 我提醒基隆市政府要注意 尤其基隆市政府的交通處的同仁要注意 因為這種委員都是電腦趕五倍出來 用勾的 電腦選了五倍出來之後 由首長來勾 你們跟怎麼交 都這個人 都這些人 這一定出事 公共工程委員會一定會去查 這不可能是中樂透的關係吧 譬如假設我要找五個委員 一定要跑出電腦 電腦會跑出25個名字 讓你選 你只能選五個人 這麼厲害 這個首長這麼厲害 都是這輩子 然後永遠都有這位所謂的賴教授 那所以賴教授 你是做消防的 做救災的 做地震的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你在警察專科學校的 教的課程跟專長就是這一些 現在還在念中華大學的博士班 你有辦法評選紅綠燈的 路邊停車的 U bike的 捷運專案辦公室 然後交通規劃 你不要吃不到葡萄酥 葡萄酸 你要學富五居 學富五居 好 沒有我是提醒基隆市政府要注意 這種案子公共工程委員會一定會來了解 了解這整個過程為什麼怎麼選 都是這一批人